好了,我们继续,那么接下来呢,注意啊,我们这个登录呢,虽然说我们验证的时候不太严格呀,说不太严格,好了,暂时呢,我们先做到这一点,先暂时我们先做到这一步啊,就不往下再做了,那么紧急着呢,我这里输入一个login啊,还输入一个login啊,OK,那我们登录完之后呢,是不是能跳到手下了,来,我们再来,admin,输入一个123456,OK,点击登录,是不是登录过来了,好,登录过来之后呢,你看人家这个手艺啊,人家去登录呢,我现在这不行啊,这差太远了啊, 来一个admin,对吧,好,123456,啊,一点登录,你看人家手艺是不是这样的啊,我们这个手艺啊,就就这样的啊,不是你这玩意儿,对吧,也差不多了,是吧,啊,好,可以可以可以,好了,来,别着急,咱们呢,先来解决一个问题,其实到这一步呢,我们做到登录还没有完,为什么,因为在这个地方的手艺啊,注意啊,你比方说我们就拿这个来说吧,他一点是不能获取这些数据啊, 这些数据呢,是用户列表,来,我们找到我们的API这个手册啊,来看这用户数据列表,能看到吧,用户数据列表这里,他要发一个get信用,向这个地址发,看到了吗,而这一个接口就需要你干啥了,是不是携带那个token了,能不能明白,那么现在什么呢,我们只在手艺里做了什么,一个简单的判断,你有没有那个token的值,而且在客户端判断的,对吧,其实真正的判断什么呢, 我们要发一个请求去向服务器验认,对不对,好,我们就发这个请求,获取到这些用户信息,能理解吗,那么此时的问题来了,我要携带这个token,发给服务器的时候,人家说要怎么写呢,要在你的什么,请求头里面用什么,authorization的这个字段,来提供这个token利益,对吧,那这个问题,我应该怎么写, 注意,此时,我们发请求用的是什么呢,用的是Auxus,对不对,Auxus发请求的时候,我们能发Gate请求,能发Pose请求,对吧,注意啊,你如果是发Gate请求和Pose请求,你能自己主动的设置请求头吗,不能吧,你只能设置什么,地址和数据,没了,对吧,所以这个地方要求我们干嘛,必须要设置这个通信息了吧,我这玩意咋整呢,这玩意怎么整呢, 来,别着急,此时,你还记得我们有一个叫底层封装吗,还记不记得,就你直接Zs.Auxus括号里面写一个对象,对象里面的地址用URL,方法用Message,然后数据用Data,还记不记得,OK,那么因此也就意味着,在我们这个index.voe这里面,从这个地方,你一进来,我就要先拍了,如果不行,先跳过去,对吧, 如果行,那我就获取用户的数据,能不能明白,获取整个用户列表的数据,能不能理解,OK,那么此时就是,else获取所有的用户的数据,那怎么获取呢,我们依然要发生什么,请求吧,那就是Zs.$http,还记得吗,这是什么那个Auxus,好了,直接写一个,括号里面写一个对象,这里面怎么写,首先写URL,冒号等于,等于什么呢,你的URL地址就和你那个什么, 是不是这个服务器的地址啊,把它给啊,复制过来,拿到这里面来,然后呢,后面还有东西没有,有没有,有啊,肯定有啊,因为你请问的是谁啊,是不是那个用户列表啊,人家告诉你啊,地址是谁啊,是这个Udus, 你后面加一个什么,Udus,对吧,好,这是地址,请问方法是不是get啊,method,猫号写一个get,是怎么写的吧,然后还有吗, Data需要吗,Data需要吗,人家需要你传Data吗,参数名,哦,诶,等等,不可以啊,可以为空,不能为空,不能为空,对吧,这是get星球,那么如果是get星球,我就可以把参数干嘛, 写到那个,UiL的后面吧,用味号填吧,是这意思吗,OK,那么这里呢,说当前页码,还有什么,每页显示条数,哦,我知道,也就是说呢,这个数据呢,用户的列表呢,是不是有很多数据啊,那意思呢,就是说,你想获取第几页的,然后每页呢,要显示多少条吗,是意思吧, 有时候后台服务器已经把分页给我消化,对吧,我只需要传先的参数就可以了,那么意思呢,咱们能不能这样,咱们呢,就简单点,我就每页获取两条,就获取第一页的数据,可以吧,能不能理解,能不能明白,能明白吗,说话,啊,注意啊,来,我再说一下,你看啊,人家这里的要求是吗, 你的地址栏里,请求路径是不是这个,咱们肯定要写嘛,对吧,好了,发动的请求方法,是不是盖的请求,好了,来,我问你一件事情,学ADDP的时候,如果是盖的请求,那你的参数是在哪,是不是写在UR1里边,是不是,那这个地方人要不要参数,要吧,那么这个地方参数代表什么呢,这是,这是不是这两个,这两个参数是必选的呀,人家不能为空啊,所以你应该怎么写,这个是什么,page number是吧,怎么写, 在这个地方干嘛,背后,page number等于,page number是不是叶码数,我就选了第一页,行不行,能明白吗,然后后面还有一个什么,叫page size,就是什么,每页显示的条数,那就是,你想在第一页里,或许几条,那么有几个参数,有多个参数吧,多个参数,怎么办,用按的时候拼起来,然后等于什么,叫page size,等于我们给他两条数据,或者是五条数据,是不是都可以啊,能不能理解, 说发这个请求过去,好了,那这个请求能发过去吗,好了,咱们试一下,对吧,跟着请求,然后点上这个,zen,括号里面写一个,括号,写一个backdate,这个我就不用再说了吧,concellog,打印这个backdate,OK,保持,看到了吗,注意,这里啊,我有一个明知故犯的错误,啥错误, 人家要求我发那个token过去吧,我发了吗,没有,来,咱们试一下,我就不发,是吧,过来,来,我刷新啊,先点开,concellog这里,有吗,没有吧,来,刷新一下,来,这里是不是有数据,我们来看一下,请求成功了吗,成功了,然后看date这里,是不是那,看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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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看到了吗, 你如果不写的这个token,人家服务器直接告诉你,无限的token,也就意味着,你这个请求怎么样,是必须要写的这个token的,对吧,而且人家手册里也明确的告诉你了,这个token怎么写在过去,在哪里,写在请求头的,authorresition的这个字段里面,是不是这意思,那么也就意味着,在发送Auxus请求的时候,我们怎么设置请求头, 怎么设置请求头,要不要设置请求头,肯定要啊,对吧,好啦,那找到我们的Auxus,我都讲完了,你也出来了,真是的,嗯,再慢,我跟你说,咋了你了啊,小心点,出来,快点,给点面子,出来啦,吓个一跳,真咋呢,好了,来,我们往下翻,看这里,这里是不是我们那些事的参数, URL message,能看到吗,背识URL什么这点,来,找一找,有没有设置投信息的,叫什么,叫Headers,是什么,是即将被发送的,自定义,请求头,看到了吗,这是什么你要设置的,就是叫Headers,传一个什么,传一个对象进去,对象里面,属性,就是你的,头的名字,直就是你的,请求头的那个,直,对不对,是不是, 是不是,OK,那么因此,这个地方,来,过来,直接在哪里啊,设置Headers,一个对象,对象里面叫什么呢,叫Also Resistion,还记得吧,是不是啊,是不是这个玩意儿,Also Resistion,OK,复对象 过来,能看到吗,它的值是什么呢,往后,值是谁,值就是你这个token啊,对不对,是不是啊,OK,保存,把事了,看到了吗,对吧,好了,那么有了这个之后呢,我们就再来,先清点啊,我只刷新就可以了啊,刷新, 有没有呢,来,是不是有数据了,点开,来看Date里面,有没有,Date里面,看这儿,Uthers,看这儿,是不是我这一二三,怎么四条数据呢,一共这么多啊,那这样,我回去两条吧,行吧,你别人这搞得我,好像知道我自己犯了错一样,好,刷新一下,来来,走,走,好,来,数据有了吧,来看Date里面的,来,Date里面的,Date里面的,Date里面的, Uthers里面的,两条,看这儿,是不是你要两条,给你两条,可以了吧,好了,那么有数据了吧,那么我们利用这个登录token是否完事了,好了,那么同样的道理,注意,这个代码呢,是可以进行一次优化的, 把他这个变量给他,给他换一下,好,完事了,可以吧, ES6的语法,属性的简介表输法,对吧,我就不想多写电码了,可以吧,没问题吧,好,保存一下,来, 同样道理啊,我们再试一试啊,刷新,看还是不是有数据,如果没数据了,那是不是给错了啊,点开,有没有,有吧,有的,有没有,还是两条数据,对吧,好了,那我们的登录到这儿,才算是完事,对不对,明白吗,OK。 现在我们 yet尝 seated,也 met Disability. 对不对,吃给我纨红文 网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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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网文文 网文 网文 网文